所以翼山哥又要生氣了 國父應該也會生氣 連民國都不見了 今天講什麼呢 魁柏年3月28 民國不見了 那個時候王毅2014年 不是還有民國103年嗎 馬英九這邊提示 民國不見了 剩下112 民國咧 不見了 連戰也有民國 連戰我等一下會稱讚他 因為他有講說建立亞洲 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叫做中華民國 他四個字全部有講 有馬中文有講 馬中文沒講 有有有他自此有講 他自此有講 他自此有講說 他建立這個亞洲 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 他自此就沒有假 有啦 照中共的定義 中華民國已經在1949年結束了 馬英九自成是 孫中山領導 國民革命 推翻滿清 創建民國 到今天已經112年 他自此的是講 關鍵是什麼東西 王玉琦那時候講是 孫中山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至今已經有103年 不是有提中華民國 而是 第三段有講 這個沒有主持 他說到今天已經112年 第三段有講 所以呢 這規格看起來有一樣嗎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好 你看喔 現在規格不只完全不一樣 紀文不一樣之外 還出現一個很奇怪的插詢喔 好 你看從新華社啊 從這個落款到1012啊 我們請教石機姐 很奇怪耶 記者跑去哪裡了呢 好 你看喔 馬英九昨天呢 抵達機場之後呢 好 陸方安排他 前往這個紅橋火車站 準備要前往南京 隨行媒體團也同時搭車前往 沒有想到專車迷航了 昨天晚上6點半 還堵在車陣當中 沒有能趕上跟馬英九 同班式的高鐵列車 啊怎麼奇怪 你開車我也開車 我怎麼就趕不上這班車呢 所以是預謀的吧 我覺得從他下飛機開始 哎呦 應該是說他從出發開始 其實中國中方應該是有意識的 在每一個環節羞辱你馬英九 可是馬英九 因為他認為馬英九作為台灣的前元首 羞辱了你 其實就羞辱了全台灣 他是有意識的在羞辱全台灣 可是馬英九的配合度超高的 他也覺得哇好讚喔 哇這個超乎我的預期啊 你怎麼對我那麼的好 可是拿出過去相比 對你馬英九就真的比較不好啊 更何況你的採訪團隊 對於記者的處處受限 還要被中方速度叮嚀說 不可以叫他馬總統 不可以叫他馬主席 只能叫他馬先生喔 然後採訪的隊伍竟然還可以 這個蠟拍掉隊不見了 還可以直接把你們拆開 為什麼要拆開我們 為什麼要拆開受訪者跟採訪者 這離譜啦 就是本來跟這個採訪團隊 跟這個受訪者應該都是一體的嘛 哪有人家說把採訪的人排開 然後讓這個馬英九自己坐車走的 所以你是打算要幹嘛 有什麼特別的安排 有什麼特別的行程嗎 還是你不想讓大家看到馬英九幹嘛的 就是你到底設計了馬英九什麼 所以這件事情很存疑啊 好 那結果呢 中方是怎麼講的 我看到有一些媒體報導就說 啊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碰上了 上海的下班時間 車潮擁擠 不是啊 如果車潮擁擠 碰上塞車時間 你馬英九在前面就沒有塞 那為什麼塞我 說這個不合理 這個解釋 沒有辦法說服人 然後中國的網友怎麼講 中國網友自己都不信耶 中國網友覺得你根本就刻意的 為什麼 故意安排司機繞路的 他就是要甩開媒體 這是中國網友喔 就是故意的吧 明顯就是故意的 駕駛司機是故意的 大家都覺得是故意的 故意的 大家都說是故意的 採訪行程有像這樣子會放轎的情況嗎 沒有啊 然後還說開車的司機是上海人 上海人 迷路 然後對 在上海迷路 這個說不過去 所以看起來是一個預謀 也就是說到底 中方對於採訪馬英九的射線還不夠 還要做種種小手段的阻撓 好啦這是另外一個 這個中方打壓媒體的一個 一個打壓馬英九啦 就是說 好百十二是什麼鬼東西喔 好啦那結果中平社呢就登了 馬英九中山林是什麼什麼什麼 弄了一張照片有沒有 他直接切掉耶 你看 百十二連百十二都不給你登 他直接切掉 而且最好笑的是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人耶 他直接把那個人給切掉了 然後也不讓大家看說百十二 對 誇不誇張 百十二 對不對 對比一下 對照圖 正常的應該是這樣嘛 這個才是全貌嘛 對 然後登在中國媒體上面的 就直接給你切掉 還不錯 至少馬英九三個字還有留下來 對 因為他就叫馬英九嘛 他連馬仙人 馬仙人都不叫了嘛 就直接 聯名代姓直呼你名會 馬英九啦 就馬英九啦 誇不誇張 就是說擺明了人家在 任何的環節 大地方小地方 都要給你穿個小鞋 然後呢 羞辱了你等於羞辱了全台灣 我覺得 作為一個台灣人民 看的是難過 是傷心的 因為我們的前元首 他竟然 不顧自己的尊嚴 然後去附和人家這樣子的羞辱 你之前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你是很捍衛尊嚴的 可是你唯有碰到中國的時候 你其實是 不用你的尊嚴的 然後國民黨的代表還一直覺得說 因為在降低政治 降低政治 不是嘛 那就算是降低政治 你的level也跟之前的都不一樣嘛 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覺得那個是台灣人傷心的地方 也就是說 馬英九你其實根本不在乎台灣 你其實沒有在乎到說 你的種種表現其實傷了台灣人的自尊 傷了台灣人的尊嚴 傷了台灣人的心 因為你儘管拿過我們 拿了台灣人民的選票 享受了這個總統的權利 然後你現在拿著這個卸任的元首的禮遇 可是其實你根本對台灣一點真心都沒有 你不屑一顧 你根本不在乎 我不在乎是不是羞辱了台灣的尊嚴 只要我開心 我能夠踏上中國的土地 剛剛說不是旅途啦 剛剛國城老師講旅途 不是 那是歸途 對馬英九來說 那個叫歸途 所以一切都是以歸途 去認祖歸宗 去慎中追遠 我覺得那個才是馬英九心中之所想 好 所以馬英九心裡到底在想什麼呢 他今天上午抵達南京的中山林 我們先來看一下當時現場的情況 28號上午9點半 在大批委安隨乎陪同下 抵達南京中山林 馬英九見到孫中山同向 表情激動 上前獻花後走進孫中山林寢 中方人員給的稱呼是中國國民黨前主席 走進林寢三鞠躬 馬英九在中山林的書法室 寫下和平奮鬥振興中華八字 落款時卻只寫百十二 民國兩個字不見了 還只能借談話 喊出自己的頭銜和國號 馬英九前總統帥 馬英九基金會同仁 敬業南京中山林 致辭全文 歷經革命先烈 十次的流血革命 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 追求和平 避免戰爭 致力振興中華 這是兩岸中國人不可迴避的責任 我們一定要努力實現 拿著準備好的講稿逐字念出 馬英九一行人到訪 中國還特地禁止中山林對外開放 讓當地民眾不滿 場外嗆瞎 馬英九有什麼了不起 就連中國媒體提問也有不少紅線 馬先生比較高 跟你差不多 謝謝 熟度登陸馬先生高喊兩岸和平 感謝中方接待超乎預期 只是這聽在國人而立 恐怕格外諷刺 三立新聞李維廷 問問宣 TEN報道 好 所以馬英九到底在現場講了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原文 馬英九在現場發表談話表示 國父孫中山並升領導國民革命 推翻滿清 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 這個時候出來了 他並強調 聲判兩岸共同努力 追求和平 避免戰爭 致力振興中華 這個是兩岸中國人不可迴避的責任 請教一下晃哥 所以他這樣子位置有稍微高一點嗎 其實為了怕大家搞錯 因為我覺得馬辦今天放出來的消息有點刻意時空措置 南京的中山林我想去過的人都知道 我個人是沒去過 但是我問過去過的人 我們剛剛看那個畫面有一個棺木的 那個是中山林 所以念紀文獻花是在那個地方 但是馬英九講話並不是在中山林裡面 他是在旁邊的小房間 邊邊 一個角落 對一個角落 就是有點類似像陳列文物紀念館的地方 所以他並不是在中山林的本體主體建築物裡面 他是在邊邊 好 所以要比較 你要在同一個場地講的話 才可以做比較 人家就會說 他至少有講出來了 那我們就看一下 這很清楚 這兩個場地都是在中山林的 就是臨寢前面 所以我們都知道那個只是衣冠種 王玉琦是直接講民國103年 好 雖然沒有講中華民國 但是講民國103年 大概大家也懂 馬英九講的叫奎卯年 其實現在我認識的人除了算命之外 大概不太合理的人 用這個所謂的天干地支來紀念 奎卯年請問是哪一年 我也搞不太清楚 他還要算一下 好 署名 這個王玉琦直接講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國沒有大陸委員會 所以這一看就知道臺灣 馬英九直接寫馬英九 那百十二 百十二是什麼東西 百里 全是叫百九好了 百里 百里是什麼東西 好 這個是都是在中山林 就是在那個鎮店 我們用鎮店大家比較容易懂 在鎮店講的話 好 我們剛剛聽到那個VCR 馬英九講中華民國 那個是在旁邊講話的 馬英九講的那一大段話 中國共產黨從來不否認 因為你去你了解中國歷史就知道 孫義先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叫中華民國 中國共產黨從來不否認 他們的歷史也會這樣寫啊 而且他們也把孫文列為革命先列啊 因為他是反對帝國主義嘛 反帝嘛 問題是馬英九你敢不敢講我是中華民國前總統 你絕對不敢講 早在他出發前我就曾經預料過 我說馬英九唯一會講中華民國場合就是中山林啦 就創建中華民國啦就沒有了啦 然後可能到武昌那個辛亥革命的紀念地的時候 他會講說辛亥革命創建中華民國可能就這樣子啦 問題是你敢不敢講現在是中華民國112年 我是中華民國前總統 今天馬英九有講前總統 但是他把前總統藏在哪裡你知道嗎 嗯 致詞全文裡面沒有 他藏在標題裡面 他是藏在標題裡面 就是他那個標題叫 前總統馬英九致詞全文 然後才開始組文 所以我們這篇還沒看到 這個紀文裡面還只看到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先生 你要連標題看你才看得到前總統 這麼隱密 對 但是被馬辦隨行故意操作成馬英九在中國大喊中華民國 喔 用前總統 我覺得這幾天從馬英九宣布要去中國訪問 我們在討論這個規格跟待遇的時候 我突然陷入一種精神錯亂的狀態 為什麼精神錯亂 馬英九是國民黨的前主席 前總統 照理說國民黨的人對於馬英九所接受到的規格 應該非常在乎 你們覺得不合理的時候應該去抗議 去罵中國共產黨應該幫他爭取 可是國民黨沒有 國民黨這個時候跟共產黨站在一起 說馬英九這樣很好 很對等 反而是在國內跟國民黨競爭的主要對手叫民進黨 是民進黨的總統府 民進黨的外交部 民進黨的陸委會在捍衛馬英九的尊嚴 大家有沒有覺得精神錯亂 我還誤以為馬英九是民進黨籍的前總統 搞不然他是國民黨人 就國民黨人完全不理他 丟包 甚至跟共產黨站在一起 好 我覺得國民黨這幾天的表現 比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更嚴重 我們都知道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只是愛上綁架犯 也許因為綁架犯長得很帥 也要愛上他了 可是國民黨這幾天表現出來的症狀是 你被霸凌被欺負之後 你還幫對方找理由認為他這樣欺負我是合理的 什麼叫降低政治味道 要降低政治味道 你幹嘛帶誰戶去 你就一個人去就好啦 你幹嘛帶誰戶去 這時候就講說有安全顧慮 不會啊 中國很安全的啦 頂多掃一顆腎而已 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你是在幫欺壓你 霸凌你的人 在幫他找理由 在合理化他的行為 從小處看是馬英九 你從大處來看 現在台灣不是有一些很多人這樣的聲音嗎 中國這樣對我們是合理的 那我們只要不主張台獨就好 我們不要有軍備 他就不會打我們 不是一套邏輯嗎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對馬英九來講 是一個極盡羞辱之能事 結果你竟然還唾面自甘 還覺得說這樣很棒 覺得這樣規格很好 很對等 請問哪裡對等的 世界各國對於接待前總統或前元首 他有一定的國際外交的禮儀 台灣也接待過前元首 中國也接待過前元首 你去找一個 有哪一個前元首 是跟馬英九這樣子 下飛機連紅地產都沒有 然後連空橋都沒有 你說要在 通常會停在停機坪 會停在停機坪是什麼狀況 就是我要有一個正式的軍禮歡迎 所以我會用停機坪 對 因為停機坪空間夠大 通常如果是貴賓 VIP級的 鋪了紅地毯之後 大概就是黑頭車開到旁邊 直接上車就載走了 你怎麼會讓他自己走還搭小巴 請問哪一個前元首到中國訪問搭小巴 哪一個前元首到台灣來訪問是搭小巴的 你告訴我 所以完全就是被羞辱 可是最可悲的是馬英九自己欣然接受 然後國民黨還幫共產黨在找理由 在羞辱你們自己的前主席跟前總統 說實在我幹嘛那麼生氣 那又不是民進黨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馬英九這件事情 你今天如果真要講中華民國 就堂堂正正的講 你不要那邊化整為靈 這邊藏兩個民國 那邊藏個112 這邊藏一個前總統 那邊藏一個中華民國 你敢不敢勇敢講出來 就只有幾個字 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 你這樣講出來就好了 你如果敢講我就給你鼓鼓掌 好 所以請教正好 你看馬英九在中三陵就講說 振興中華是兩岸中國人不可迴避的責任 我原本以為是在中三陵前面講的 後來發現原來是被拉到一個小角落去訪問 好 朱倫說什麼呢 相信馬英九可以堅持中華民國的立場 有聽到這幾個字嗎 我先講啊 我先把大家 因為這件事這套我很熟悉啊 狀況是這樣 第一個會是中三陵先去葉林 葉林會念一套紀文 紀文就是正式的文章 你正式文章是有紀錄的你的態度是什麼 然後紀文念完之後會去旁邊一個博愛廣場 受訪 受訪的時候你又可以在這個受訪裡面 藏一些巧思在裡面 通常大概這兩件事情 可是光是紀文就是這個正式文章 馬英九跟2014年那時候陸委會主委王玉琦 去中國一樣去中三陵葉林 兩邊坦白講就差非常非常多 剛剛兩個大關鍵話 你幫他點出來吧 第一個 王玉琦是用民國紀念 民國103年2月12號 我跟他講 馬英九在這一次我認為最可惡的事情是什麼 他把中華民國當成歷史故事在講 不是現在還存在的一個國家 因為你看王玉琦用中華民國來紀念的話代表什麼東西 代表中華民國還在對不對 持續往前跑沒有掛掉 可是馬英九很奇怪 用奎卯年來去紀 換句話說 這個東西已經沒有中華民國往前亂的部分 第二部分署名 馬英九先生率訪問團警店 和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王玉琦代表什麼 中華民國不准存在 中華民國的官員也持續存在 為什麼我們一直要提官賢官賢官賢 為什麼對於馬英九沒有被尊稱前總統是很不對的 就在於是中華民國到底存不存在 最後一個還有一個關鍵 九二共識 仔細看 九二共識國民黨都說 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 王玉琦那時候講 九二共識求同存異 他不敢講一中各表 他至少還講個求同存異 有不一樣 你有你的鄉頭 我有我的不種 我們不一樣 可是馬英九九二共識講什麼 九二共識和平基數 不見了 所以你看從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大家可以接受 到九二共識求同存異 很勉強可以接受 到九二共識和平基數 不見了吧 那請問你在台灣的國民黨 憑什麼跟我講說你們的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 你們根本不敢講一中各表 好這第一件事 好整個紀文的玄機 我已經跟大家講完了 接下來我講紀文 念完之後他會走到旁邊的 叫做博愛廣場去談話 王玉琦講的是堂堂正正 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至今已經有103年了 他講中華民國到現在是103年了 是現在進行是 可是馬英九講什麼 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 創建民國 他有個鬥號 到今天已經112年 他在講什麼 當年那個事件到現在已經112年了 中華民國滅亡也不知道 王玉琦是講中華民國到現在已經103年了 還繼續 他說第三代有講到中華民國嗎 國父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然後馬英九很得意 中華民國 很怕人家沒聽到 請問你講滿清有什麼不一樣 努爾哈赤打下第一個大清帝國 那大清帝國還在不在 不知道 對不對 他沒有想回答這東西 這就跟講大清帝國一樣 我不知道是努爾哈赤還多滾 反正一樣 什麼什麼三百年大清帝國 努爾哈赤打下驚人第一個江山大清帝國 請問大清帝國還在不在 不在 所以中華民國這個字在馬英九 為什麼我們在講兩岸關係的時候 我們常常講 懂的人都講說寸字不浪 因為一中各表跟一中投表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以前國民黨一中各表變一中投表 插一個字我就把紅色素換掉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求同存義跟求同尊義 不一樣就不一樣 存是他就是存在你要知道你要接受 求同尊義是你要尊重 不一樣就不一樣 搞兩岸關係的一個字都有不一樣 所以馬英九在玩什麼玩Wallplay 好重點 好就讓我退到最後 比如說領導等一下一定會講 他怎麼樣還是有講中華民國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的意思是 就算他要講 有必要遮遮掩掩掩嗎 你怎麼會變魁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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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為什麼大陸事務大陸委員會的主委 因為我就是中華民國的官員嘛 中華民國存在嘛 所以你看喔 這些事情都是有美感在 我的意思是 如果今天國民黨的人要幫馬英九 這也解釋 那也解釋 這也講 那也講 表示馬英九在對外奪落常常嘛 你公開講何須解釋 對不對 你一下去就叫馬總統 我今天紀元就是民國多少年多少年 怎麼會民國多少 他在寫什麼 我看不看不懂 魁卯年 那個百十二 百十二 對啊 你百十二把沒有還寫個二零二三 為什麼要這樣寫 你要不然就寫二零二三 我大概就算了 你要不然寫百十二也算了 你寫個百十二再寫二零二三 有人這樣簽名的嗎 也沒有嘛 所以我覺得 對 國民黨朋友都可以幫他圓很多很多 可是我要跟他講 現在馬英九 或者現在的國民黨 對兩岸關係的態度跟堅持 跟我那時候在國民黨的時候 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所以請教國城老師 就正好剛剛講的 那中華民國這幾個字 有讓馬英九這麼難以起始嗎 好完全都不講你就算了 只想說振興中華 那當然林桃有講說 有啊他口頭有講啊 但講的位置 講的實際點 有沒有放上去 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剛才正好講的很清楚了嘛 中國從來沒有否認過有中華民國 只是現在還存不存在而已啊 所以呢他一直講中華民國 可是呢 變成一種歷史事實的描述 這當然沒有意義 而且退一萬步講啊 就算在中國能夠講中華民國 又怎麼樣啦 大家很關心這個 其實就算講了又怎麼樣 今天去了共機照樣繞台啊 外交繼續打壓啊 飛彈繼續瞄準啊 這有差嗎 就算今天高高興興的到那邊說 我是中華民國前總統 怎麼樣怎麼樣 那邊的人裝作沒有聽到 難道對台灣的打壓圍堵破壞滲透 有停止嗎 所以這個都是怎麼樣 就算是爭到了一點點言語上的便利 就算是爭到了一點點表面上的尊嚴 其實台灣真正的威脅根本沒有改變 我們看到剛才講到李顯龍 新加坡總理 剛好早不去晚不去 現在去 當然這人家國家的事情 可是我們看新加坡人口多少 台灣的大概六分之一七分之一而已嘛 這面積大概就台北市大一點 跟新北市加起來 還沒有整個新北市那麼大 人家去是什麼 會見習近平 見李強 國兵待遇 為什麼 人家是一個國家 所以呢 國家的身份非常重要 那當然現在中國不承認我們是國家嘛 所以你就不要去那種 人家不承認你是國家的地方去 去要幹什麼 對不對 然後說我這個是 這個相關的這些行程覺得沒有關係 客水主變 其實以前李中央時代在安排那個 孤王會談 然後孤政府去跟江澤民會談 孤江會談 怎麼走路 每一步 誰走前 誰走後 講哪一句話 誰先開門 坐椅子的時候 誰先入座 這個都是一步一步 沙盤推演的 因為中國隨時會在中間切入去搞你 像剛才那個車對記者那件事情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這個迷路而已 因為這個像美國總統的回憶錄 像歐巴馬回憶錄 布希爾他去到哪個國家 特別是去俄羅斯這些國家 他帶著美國的記者去 國際記者去就代表什麼 我是代表美國國民 記者是第四權 我在國內還要聽他們的 他們很偉大 很重要 我完全透明 結果你把它隔開 就好像對其他國家講 這是要抗議的 為什麼 第一個 你是不是要限我們的元首於危險 所以刻意要把它隔開 第二個是不是要逼他 或者是表出一些不能被報導的表態 那說明馬來就很樂意 也不一定 所以老實說像這些細節 不要跟我說中國交通真的沒辦法管制 去過的人都知道 隨便一個什麼市長出來就封路了 交通就管制了 你現在這麼大的訪問團去 結果居然還會弄到塞車 這代表刻意的就是沒有很尊重他 但是沒有很尊重他也沒有關係 我認為很多人說 這個馬英九去被中國打臉 我們在台灣不支持他看得很高興 其實剛好他今天去中山林 孫中山一百年前就講過 總統政府的官員都是人民的公僕 意思就是什麼 在國內我們要怎麼批評他 怎麼樣罵他 這是人民的自由 可是要批評 我們都在國內批評 出去之後他就是我們的代表 不能夠輕易的就是被損害尊嚴 就算我不支持他 他在那邊亂講話回來再修理 在國外不修理 但是結果現在結果是在國內他要求尊嚴 要人家尊重他出去被修理 他覺得沒關係 我認為這個真的就是本末倒置 接下來幾天 看看還會有什麼驚奇之旅 會不會還有什麼意外的表現 還是另外又要什麼一稿各表 明明有講中華民國 他說我有講 結果中國沒有寫 好 這一稿各表的這種精益齊行 看還會再發生 好 所以請教易善哥 你看馬英九在中山林說 追求和平是兩岸中國人 不可回避的責任 你到中國那邊去講追求和平 但現在看起來 連行程自己都管不了了 你有辦法去跟中國那邊 你要說你想講的話嗎 當然不行 我們看一下馬英九在2008年講的話 因為我覺得他在今天所有的作為 可能怕違反反分裂國家法 因為他只要講中華民國 講台灣 講他是前總統 他都違反了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 但是2008年 在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的時候 馬英九怎麼說 他說堅決主張台灣的前途 必須由台灣人民決定 他們認為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 是沒有必要的 而且不明智的 是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 這是馬英九在2008年說的 結果你今天去的所作所為 都是害怕違反了反分裂國家法 2008年勇敢的馬英九不見了 現在只剩下2023年 屈炎附勢 為了配合中國的大外宣工作 去做工作的馬英九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 這次蔡英文訪美 對於中國來講 是一個重大的外交打擊 他透過兩個策略來進行這個分化 第一個策略就是洪杜拉斯 昨天斷交了 今天再透過所謂的馬英九訪台 訪中的行程 他要告訴全國際的事業兩件事 一 台灣不被國際承認 所以洪杜拉斯跟台灣斷交了 二 台灣選出來的總統馬英九 前總統馬英九 對於我中國而言 他只不過是一個地區的首長 台灣只不過是中國的一部分 馬英九剛好扮演了中國所必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接待規格一定不會高 因為接待規格越低 越凸顯的台灣的地位 只不過是我中國底下的一個省 甚至是一個區而已 所以馬英九他當然要侮辱他 但是我要跟馬英九說的說 你現在你已經不是馬先生 你是中華民國的前總統 你的所作所為 不代表你自己個人的人格 說真的你的人格毀滅我們都不在乎 重點是你是前總統的情況下 你代表的毀滅的是台灣人國格 那這樣的國格被傷害 中國絕對會拿你這樣的所作所為 拿去對國際進行宣傳 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你馬英九剛好是做了中國的棋子而已 所以只是樣板而已嗎 你看看出人說什麼呢 相信馬英九可以堅持中華民國的立場 國民黨這一次表現出來的中心價值是什麼呢 讓大家畫一個大溫號 不過最近2024的國民黨的確是很熱鬧 因為郭台銘訪美了 這件事情對好友誼來講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國民黨的2024到底要徵招誰呢 現在還是花一個大溫號 但看起來郭台銘又再度起心動念了 為什麼 因為他突然去訪美了 好 請教時機姐 這個訪美12天到底會看到誰 哇 這職工 工到滿多人的 我覺得滿有意思 就是說 本來國民黨是打算在這個禮拜 就要約這些主要人士 對 主要的候選人嘛 那郭台銘也被列為主要的候選人嘛 那比較次要的就像這樣 我們就早一點 啊 OK 見完了這樣嘛 好 那要見主要候選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郭台銘說 我先去美國一趟 然後呢 他又去哪些地方呢 現在看起來 哇 去滿久的喔 三月二十七到四月十七拜會 華府拜會重要人士 也不知道他能夠哪些重要人士 馬里安大學啊 等等等等 我相信他在這個財經界的 這些產業界的這些資歷 可以 當然可以見到一些 這個產業界的這些人 但是能不能夠見到美國官員 其實我是畫上問號的 為什麼 是因為畢竟他現在沒有取得 任何政黨的門票 就是他現在也不是 國民黨推出的候選人 所以對於美國的官方而言 他不必在這個時候就見你郭台銘 好 那郭台銘這次去要幹嘛呢 我覺得他其實效果上面來說 政治效果上面 是直接的打臉了侯友宜啦 因為你侯友宜還在補習呢 我都已經飛出去了呢 我都已經告訴他 你看 我要去十幾天喔 然後放出這風聲 我要拜訪很多很多對象喔 你侯友宜還在家補習啊 那這個都高下立判嘛 要論國際觀 要論國際視野 我郭台銘當然是強過你們嘛 然後郭台銘從美國回來之後 要去日本訪問 哇 美日通通都訪問了 那這個又搖搖的把侯友宜給甩在後面的感覺啦 但是朱立倫也不是省油的燈啊 朱立倫也要訪美 哇 這個我覺得 六月要訪美喔 對 現在放出來國民黨內部的消息是說 他六月就要訪美囉 然後他為什麼要訪美呢 喔 他要先去幫侯友宜開個路啦 他幹嘛要幫侯友宜開個路啦 對 問題就是你幹嘛幫侯友宜開這個路 我要去 我自己去啊 對 如果是侯友宜要選總統 當然人家要見的是侯友宜嘛 侯友宜也要展現出 我的確就是有這個能耐嘛 所以他是要去幫自己開路喔 對 所以你朱立倫去幫他開什麼路 應該是幫自己開路的可能性會比較大 有時候美國最近 我認為也會感到十分困擾 你們可不可以喬好的再派 統一一個代表來 你們這樣子分頭來 身份也不明 所以我也很難安排這些 這些官方的夠份量夠層級的人 跟你們見面 也不知道是不是浪費我的時間 所以能不能夠喬好 現在看起來 國民黨內部就是因為沒有喬好 東邊打西邊 西邊打南邊 大家互打成一團 然後呢 這個金普聰還有戰鬥蘭這股勢力呢 在打朱立倫 然後朱立倫也在放小話打侯友宜 然後呢現在戰鬥來也在打侯友宜 也就是說哇這個互相打來打去 這些其實都是能量的內耗啦 所以到底國民黨什麼時候 現在又傳出來說 喔不會拖到六月可能四月就要停 沒有一個消息是確實的 而侯友宜的態度至今仍然混沌未明 沒有清楚表態 所以怎麼辦呢 就持續內耗啊 可是你們持續的內耗 其實對國民黨來說真的是很不利啦 你看看人家對手 民進黨就已經整隊了嘛 人家現在已經在討論 副手要找誰了 那就媒體的這個消息面 都已經在討論說 哇這不是誰誰誰比較好啦等等 也就是說人家的隊伍是不斷的在往前 可是國民黨看起來是原地踏步 而且這個原地踏步 其實是讓自己的能量耗損 我真心覺得這樣子 距離一月十三號 其實時間剩沒多久 半年多的時間呢 這樣來得及嗎 好所以請教他晃哥喔 你看喔 這個郭台銘呢就突然跑去美國 那現在注意有人說什麼呢 啊這郭台銘到美國訪問啦 詳細內容我們也不清楚啦 欸這感覺起來什麼意思 你也知道說 我這個禮拜要開始徵詢了 你會這樣走回去走出去啊 這是幹嘛 幫郭台銘遠離風暴中心嗎 郭台銘這次的出訪行程覺得 我覺得很詭異 先去美國再去日本 聽起來有點像台灣的總統候選人 好像一般都會走的路線 對 可是看一下郭台銘出訪12天安排的內容 好像也沒什麼見到政界重要人士 甚至連這個智庫都沒有 他大概都在學校跟一些產業界 所以看起來不像是選總統的行程 但是這就有趣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禮拜朱立倫要逐一找 這個有可能的候選人來一對一的談 可是郭台銘這個時候出去只有幾種情況 第一個是郭台銘已經放棄在國民黨裡面 爭取總統提名這樣的機會了 所以我幹嘛跟你朱立倫談 好那第二種情況是兩個人已經談好了 所以已經不需要再談了 第三種情況是郭台銘是根本不選總統了 所以也跟我無關了 到底是哪一種情況 恐怕只有郭台銘自己知道 只是說在這個節骨眼出去的話 你會讓一些國民黨裡面 大概比較支持郭台銘的人 他大概心裡會有很多的 自己的內心小劇場跟他的想像 很多想郭董是不是出局了 那你們國民黨是不是 提名是不是又搞什麼黑箱 為什麼郭台銘不跟你朱立倫見面等等 各式各樣 我覺得其實如果我是朱立倫 當我知道郭台銘要出國 也許朱立倫真的不知道 因為郭台銘的個性 他未必事先會跟朱立倫講 對 當我知道他要出國的時候 因為媒體有揭露的 而且昨天中午他有公開說明 然後他昨天晚上才出發 等於是你昨天從這個 其實昨天早上日報就已經寫了 那你朱立倫有一整天的時間 你可以跟郭台銘打個電話聯絡一下說 你是不是要出國大概什麼事 那我們什麼時候見面談 甚至問一下說那你還要不要 爭取國民黨提名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可以做的 那我覺得這個捷骨眼出國 對國民黨來講 可能不是太好的消息了 因為好不容易 所以從上禮拜三中場會確定要徵召之後 感覺國民黨裡面的那種稍稍 焦躁的心情有稍微有 盪下來一點 有盪下來一點 因為至少有一個很明確就是徵召 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徵召 至少一個個問的感覺了 對 對 至少有進度嘛 可是你這時候突然一個 可能的候選人郭台銘突然出國了 而且回來就是4月7號 那可能那個一對一的面談 interview已經結束了 那這時候你又為國民黨裡面又再製造一些 那種不安跟焦慮感 可是我覺得黨主席這個時候應該責無旁貸 你應該是這個時候應該是出來精神喊話 就是說這個我跟郭董談過了 但是談話內容不方便講 但是請大家放心類似這樣的話 但是朱立倫講都不講說 他也不曉得郭台銘要出國幹什麼 那你都不曉得 你的基層支持者 恐怕會比你更焦慮一百倍 但今天特別這個風傳媒裡面想說 朱立倫6月也要訪美 而且說要幫侯友宜開路 朱立倫要訪美 這是很早以前就知道的事情 原本的規劃就是 原本規劃我記得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4月訪日 然後6月訪美 但是現在4月訪日 不曉得有沒有確定 那這個訪美是既定的行程 但是是不是幫侯友宜開路 我覺得這個我要畫上一個問號 第一個 如果以美國的立場 美國的智庫或是說國務院的官員立場 他會希望親自跟總統候選人來談 特別是他們對侯友宜是陌生的 他們對朱立倫不陌生 但是他們對侯友宜是陌生的 你不可能叫侯友宜派一個朱立倫去代表 侯友宜去跟美國人談 美國人大概無法接受這一套 大概因為我要了解 我就跟你一對一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朱立倫訪美 能 好 如果假設是去幫侯友宜開路 那請問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到美國去 美國最關心的第一題一定是 你對於美中台三變關係的看法 那你朱立倫你如何確保侯友宜看法跟你一樣 還是你跟美國人講了之後你就要侯友宜硬吞 我講了我說了就算侯友宜你就給我吞下去 侯友宜搞不好有他自己的看法 比如說他很堅持說他跟美國人講說 我們不要當你們槍國的旗子 你以後不要來使喚我 搞不好諸如此類的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去訪美是事實 但是絕對不是去幫侯友宜開路 會放這樣的消息 大概是不希望侯友宜想太多 但是侯友宜真的有那麼簡單嗎 你真以為他三歲小孩嗎 當他看到朱立倫六月要訪美的時候 你覺得他心裡的OS會是什麼 原來你還沒有放棄 因為你看郭台銘四月要訪美 朱立倫六月訪美 現在這篇報導說侯友宜九月要訪美 要不要大家都要去了 不是那九月要確保他被提名 他沒被提名要去訪美幹嘛 新北市長去美國幹什麼 不是應該是這樣 新北市長要去美國隨時都可以去 因為你總會有一些姐妹室 你可以去拜訪姐妹室 但是如果你九月不是被提名的話 你去專程跑一趟美國其實沒有太大意義 可能不是你 到大峽湖或黃石公園之類的 哭你哭 環球影城走一招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的 就是國民黨這個總統的黨內初選的提名競爭 那個戰場已經從國內 現在已經搬到美國去上演了 就你看郭台銘去朱立倫去 接著侯友宜去 韓國瑜要不要去 如果韓國瑜也去的話 我覺得這一切就太有趣了 好 所以請教一下領導 你看如果說真的九月才訪美的話 你們徵召搞到九月才開始 不是啊 最近這個新聞不是說國民黨最快 四月要徵召好有儀 我們已經看到好幾篇報道都這樣寫了 但諸人說什麼呢 不要製造障礙 這個障礙講的是誰啊 其實我覺得說因為現在是改成徵召 所以大概就是說主席是沒有私心的狀況 那剛才CG也講到 就是說好像民進黨現在是定於一尊 但是我覺得說與其說一片檯面上和諧把派系的壓力鍋壓在下面 還不如現在在出席的時候很多的意見很多的路線 大家大明大放嘛 就像這種訪美的事情也講 郭台銘也大明大放 他也就跑去美國 他也沒有在理 你看這個報導 就是說朱主席六月有沒有要訪美 我是保留 但是朱立倫有沒有一直持續對美的工作一直進行 是有的 那他也要幫韓國瑜開律嗎 那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說任何的黨 未來要提出的總統候選人 我們會幫所有人開路 今天是侯市長 今天是任何一個候選人 我們都會幫他開路 你看像今天這個郭台銘董事長傳出12天 他已經出發了啦 12點行程 你去看他的行程啊 郭台銘根本不需要國民黨開路 他自己先開一條路 其實你看就是去智庫 Brookings 然後去馬里蘭 去哈佛大學 去玉山協會 去談這些科技的OpenAI 我認為都是好事 潛在的這個蔡總統在訪美的時候 這個馬前總統在訪路的時候 如果郭台銘先生 郭董事長能夠呢 也去訪美 我覺得這也是對蘭茵 是一大利多啊 這是很好的事實啊 我們沒有說這是壞事喔 但是注意的人說 詳細言容不清楚的意思代表說 郭台銘現在的行程 他是沒有要跟你們講的喔 其實郭董事長的行程 媒體他已經公布了 但是我例如說他如果在美國 有任何需要協助 我覺得國民黨的註美辦公室 也會給他最好的協助 我覺得回過頭來 那你們要協調的時候 他就突然跑去美國了耶 不會啦 我覺得溝通都很順暢啦 溝通都很順暢啦 我覺得說你在美國 郭董事長到專機上也有電話 辛苦了辛苦了 都是我覺得都很充分 但是我要回過頭來講說 講侯市長 就是其實像昨天晚上 我們去那個日本副代表的歡送酒會 其實藍綠很多各界都有在 那其實我都有觀察到 其實新北市的一些官員 是大比例的在幫侯市長 我不知道是過去就是這樣 還是最近特別是這樣 其實現場很多 不然副市長的成績 不然是秘書處 其實都有在經營這些對外的關係啦 所以我覺得說這都是好事嘛 郭董事長他去經營美國的關係 那這個侯市長他私底下 你是暗示侯友宜走不出去新北市嗎 不是 侯市長他對日本的關係 對美國關係 我認為他都很認真喔 我都都在經營 你看現場 因為這個場子是那個 日本副代表的歡送嘛 那現場也有這個 美國AIT的一些政治組的官員 我認為大家好好的對美對日對路 都做好關係 這是對現階段最好的做法 所以請教正浩 剛剛那個林桃授法師 公民黨裡面大家都很有 國際觀的意思啦 但是你看喔 是不是四月要徵召侯友宜 不管朱宇倫六月去美國 有沒有要幫侯友宜開路嘛 你看朱宇倫這一句 不要製造帳 他裡面講說什麼呢 黨中央必須要考量我們主要候選人的主客觀環境 我們會配合我們的主要候選人 整體戰略的佈局 國民黨的一些人士 我們絕對不要製造障礙 這回障礙指的又是誰 沒有我一個一個講 我覺得如果國民黨內部認為 或是說侯友宜的單位 不是單位 侯友宜的幕僚主官認為 去駐日副代表離職酒會 就代表 等於在經營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 那你的草包才會難怪侯友宜會講出 大家都是外交官這種話 對不對 就是說 大家 就是我們洪盧拉斯斷交之後 問到侯友宜 侯友宜就說 人人都是外交官 我們一起努力 這叫做國民外交 國民外交指的是什麼 你出國不要土壇 不要亂丟垃圾 不要去吃自助餐 拿太多蝦子 在罵中國好不好 這叫國民外交 或者是說 如果你可以做什麼事 台灣Can help 比如說當地 好像土耳其 可能遇到什麼地震 天災 我們來努力 這叫國民外交神奇 那一樣 你這個副代表 駐日副代表 離職了 去個酒會 就代表經營對日本的關係 政代表也在現場 一樣 政代表的關係 沒有 今天就要是政代表離職 你就代表經營跟日本的關係 不太對勁吧 就是國際關係 它涉及到 國跟國之間的利益 國跟國之間的競爭 國跟國之間的合作 以及矛盾 比如說日本的國策 是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侯友宜當總統之後 你認不認同這件事情 比如說日本目前正 積極在西南諸島去步兵 步軍 把他的海陸機動團 還有他的電戰部隊 還有他的地對艦的飛彈 跟地對空飛彈 布置在西南諸島 請問 侯友宜未來當成總統 我們在台灣 一起協防 你的態度是怎麼樣 這才是國際關係 才是國際利益嘛 而且我只是個政治評論員 我隨便講一些很粗淺的話 都不是侯友宜現在所觸及的嘛 所以這件事情很怪 這件事 第二件事情 郭台銘的訪美 當然我覺得郭台銘訪美 確實是可以拉開他跟侯友宜的對比 我不認為郭台銘去美國 是要跟蔡英文比 對不對 因為蔡英文是現任總統嘛 你接見他 套去老公的講法 也是鄭國籍的人物嘛對不對 第三號人物啊 眾議院的議長啊 對不對 麥卡錫啊 可是問題是 對於郭台銘來說 我比上不足比下有贏 我比侯友宜就好了啊 對不對 侯友宜現在只能去平息飯天燈啊 只能背背雞頭啊 那我郭台銘去那邊 我不認為能夠見到什麼國務院的大官啦 不要臭大啦 可是郭台銘去那邊 能不能見到一些產業的人物 可以啊 多少可以嘛 對啊 我去那邊跟庫克視訊一下 應該做得到吧 這高度只要跟侯友宜比很明顯就出來了 對嘛 只要贏侯友宜做事情就好啦 我現在對手是侯侯啊 對不對 我只要贏侯侯就好啦 我不用贏蔡菜啊 所以對於郭台銘來說 我覺得去美國來說 他當然是在跟侯友宜去做對比嘛 那對於朱立倫我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那個獨家到底誰放出來的啊 如果沒有要更正嘛 他總是說侯友宜9月訪美 朱立倫6月先去幫他開路 對 這很怪啊 6月朱立倫是幫侯友宜開路 還是自己就去 你懂我意思嗎 郭民調有說要推到9月嗎 對不對 這很怪嘛 那如果侯友宜 朱立倫6月就先去 自己先去面試完 美國人說 這是good choice 我們支持的話 那還有侯友宜9月的份嗎 不用去了嘛 對啊那就是我剛剛跟華哥開玩笑 那侯友宜9月就變療傷之旅啊 走走看看環球影城迪士尼拍張照嗎 那不是很悲情的事情嗎 那很怪啦 那你說如果要先探路 那秦日新去就好了啊 秦日新我不講他紅酒暴葬那些事情啊 秦日新再怎麼樣 像北美師的師長啊天下第一師啊 對 他幫侯友宜探路就好啦 那如果今天朱立倫真的要幫侯友宜的話 就把秦日新所有的工作匯報給侯友宜啊 讓秦日新他侯友宜老師啊 那如果有秦日新他侯友宜老師啊 為什麼又要等到9月 是前面欠太多要補的東西太多 要補到9月才行嗎 怎麼講那麼怪啦 所以這個媒體的獨家啊 如果國民黨論文不對要否認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一切都怪 好 這個代表什麼呢 可能國民黨現在人選都還不夠強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郭財民訪美了 那侯友宜呢 侯友宜該怎麼辦呢 現在葉原知說 現在基層呢已經開始炸鍋了 嗆侯友宜說 如果你再不表態的話 就要改挺柯文哲 請教國長老師 這次有沒有看出來 改挺柯文哲 你看柯文哲要去訪美囉 郭柯都要訪美 剩一個侯友宜 他真的無聲無息 現在訪美變成是一種參選的暗示 或宣誓嘛 所以朱主席沒事也要去訪美 代表說我認為他沒有死心 至於說剛才講什麼開錄說 老實講 除非現在已經講好了 你侯朱兩個人是搭檔 那個美國人去才會願意聽你講 跟這些事情有關的東西 要不然的話你去人家一定問 你本人的意見 不可能代表侯啦 什麼開錄那個是騙小孩子的 這美國人也不會跟你談 侯友宜的競選策略嘛 你也沒有資格代表侯友宜 談他的競選策略或他的論述 所以只要想要去美國的人 目前來講 大概都是有對這個大衛 是有雄心壯志的啦 那目前來講 誰沒有辦法被排去訪美 訪美是去都可以去 問題是去的要有意義 去的像蠻久去中國拖面自乾 那個也沒有意義 但美國不會這樣對待你 問題是要帶你去之後 沒有人要跟你談什麼 那去也沒有意思 所以呢 這個我們的好朋友 葉元之議員對不對 剛才我們的這個標題也有 就是說基層 如果你現在侯友宜再不出來 要改挺科 的確存在著一種焦慮 我雖然不是國民黨 但是我了解就是 支持國民黨人 當然希望國民黨要贏嘛 那要贏的話 就是要趕快做好各種佈局 美國要去 基層要跑 副手要找 然後呢 政見要出來嘛 像這些東西都不出來 你說就是這個被提名了 好很後面了 那老實說 你也罵人家一步 所以現在來講 如果說這個柯文哲 這個他想要選 而且呢 他在某些地方 還是有勝過侯友宜的地方 什麼地方呢 第一 有些人那種 覺得藍綠一樣爛的選民 還是對這個柯市長 是有一些寄望的 而且他快人快語 跟侯友宜 剛好是一個對比 大家覺得 記者去問柯文哲 一定聽得到一個答案 雖然答案有時候很爛 但是呢 一定聽到一個答案 然後立刻回來可以寫標題 但是呢 侯市長呢 問他呢 其實有問跟沒問 根本沒差 因為每次都是同樣的東西 好這種東西 大家看來好像沒什麼啊 但是呢 將來在這種台灣局勢 內外都瞬息萬變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選民抉擇 至少你在民調的觀念 所以最近聽說啊 這個柯夫人呢 就說 郭董跟柯又見過面 為什麼呢 因為 對郭柯這兩位先生來講 跟對方見過面 都是自己的籌碼 郭說 我跟柯見過面 意思就是逼朱立倫 我也是有實力的喔 我們談什麼東西 我要不要告訴你 看你的誠意囉 如果你沒有誠意的話 我不告訴你 我們自己玩 那同樣對柯來講 跟郭聯合財力上沒有問題 而且呢 也是爭取這個藍綠以外選民的 另外一個選擇 所以這一組有沒有殺傷力 有殺傷力 然後呢 又都要去美國 然後他們現在兩位都是民間身份 去美國很好去啦 如果夠力的話 安排什麼去華府 反而沒有什麼限制 所以朱立倫趕快要急得去啊 因為為什麼 朱立倫如果自己要選 看到這兩個人是他的威脅啊 他哪有那麼好心說 我要幫侯市長開路 現在最糟糕的是 這個困在新北市的侯市長 你要訪美 要不要人家安排 去 好 安排了 你要有東西啊 沒有東西 怎麼講 去了反而自負其斷 好 所以請教宜三哥 葉元智這句話應該有私心啊 意思是基層覺得郭朱都不行了啦 所以呢 趕快來施加壓力 所以也希望呢 就是要猴了啦 這句話看起來什麼 侯友宜真的困住了對不對 你看喔 如果真的要挺柯的話 那郭台銘曾經約柯文哲見面 之前不是說都沒有見到面嗎 怎麼突然又說 有有有 兩個人九合一大選結束之後 郭台銘有約柯文哲見面 郭柯的關係每月一變 就要按照他們的民調的關係 因為郭台銘想要的是 是瑕疵柯文哲以令國民黨黨中央 我可以把柯文哲搞定嘛 那柯文哲要的是 郭台銘的經濟藍的這塊的選票 國民黨的選票移到他身上 他只要第二名 他就有可能操作棄保 讓深藍的可以挺他 可以做總統嘛 這是郭柯文哲的策略嘛 所以郭台銘的訪美 我覺得有三大的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平衡所謂的馬金集團 因為畢竟國民黨的主張叫做 親美和日有中 其實親美跟有日派在國民黨內 是有一定的實力跟一定的派別的 當馬金代表了國民黨的利益 國民黨代表所謂的中國的利益 在國民黨內想要挾持國民黨 未來的中國政策 必須跟著他走的時候 郭台銘代表的一個國民黨黨內 所謂的親美派人的意見 他去訪美 他如果見不到一些政壇上面高級的人 是至少經濟上面 他可以見到很多董事長嘛 這個東西就是比掉了 壓制了侯友宜 因為侯友宜接下來就會面臨 比如新北市議員不斷的資訊 你好多做事 你沒有國際觀 這些種種的東西 郭台銘都可以相對的把它壓制下來 所以郭台銘平衡馬金壓制侯友宜 挾持柯文哲的情況下 他會不會在四月驚奇之旅 超過侯友宜 變成國民黨內有可能徵召人選 這個是我覺得郭台銘 他想要在四月裡面扮演的角色 那這個我們可以值得看 到最後朱立倫到底是 我要不要忘記了 六月要增進